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心动的信号是小孔鼻子流血 洪澄澄她看都不看 被质疑配当医学博士吗 今天来说说节目中 小孔流血,橙子流泪这个事 橙子马董在小书房互相道歉 马董沉默 小孔这时候突然流鼻血 凯威过来犹豫再三 还是请教橙子怎么处理 安卓拉贝比甚至还心疼橙子 还说为什么每次都这么巧 她甚至重复了两遍 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大家可能觉得 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社会的人心就是靠着 一点一滴的善念支撑起来的 如果连守卫大众健康的医护人员 都忽略了这点的话 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尤其是像综艺节目这样的公众产品 有这么多人观看 它会产生持久的社会影响力 是会潜移默幻的影响观众的价值观的 医疗健康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我们无法置身事外 现在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就没有一点人类的同理心 反映出他的浅薄和恶意 我倒是经常看到嘉宾在节目中流泪 却没有说真的是为了效果真流血的 又不是出演你死我活的公斗剧 更何况电视剧都是用道具 能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人 我们都经历过2020年 至今还未结束的全球大流行 这场没有消息的战争 还远远的看不到结束的那天 尤其是去年春节前后发生的 感动所有人的无数医护工作人员 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就没有我们现在安然看综艺的悠闲心情 向他们致敬 节选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的一段话 我绝不让我对病人的义务 受到种族、宗教、国籍、政党和政治 或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考虑干扰 对于人的生命 自其遇你之时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 即使在威胁之下 我也绝不用我的知识 做逆于人道法规的事情 我出自内心以荣誉保证履行以上诺言 我们普通民众也许对这段话不算熟悉 但作为医学在读博士 医学伦理课上一定是学习过的 哪怕是在战时 医疗人员对于俘虏的救治也会严格履行 这是医者的担当 也是全人类公认的 讽刺的是 某些人在平时拿国内外医学学历说是 关键时刻就忘了自己的天职 一个人的高贵与否 不是看背后有什么光环 而是看被人需要的时候是否挺身而出 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一个人能否超越自己 也是看了他是否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迎难而上 一个人能够赢得尊重 就看他能否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 我怀着万分的恶意来揣测 成子后续如何向大家或者自己解释这件事情 他会说 他已经想到了 但是看到麦穗在那里照顾 于是他就什么都没做 好像他从来没有读过医生的宣言一样 此刻他是一个普通的小女生 擦干眼泪 他又是一名光荣的医学博士 一想到他可以双重标准切换得如此熟练 我就肃然起敬 本该做的事情都没做好 事后就不用找各种理由找补了 为什么在没有事情的时候 要吹嘘自己是天使 学过五年的护理学 关键时刻就躲在自我的情绪角落里呢 没事的时候拿出来加分 大家都夸他是为人类做贡献 一点担当都没有 你们可以随便骂我 我微不足道 也没有给社会做出过什么贡献 但是请不要侮辱医者的头衔 医者人心 更不要拿这个光环来给自己贴金 这样只会侮辱这个高贵的群体 行动的信号四马上收关了 网友纷纷吐槽 麦穗、罗岳嘉、孔如纯三人抱团 成功拆散了红橙橙的马卡巴卡CP 让他从团宠变成了小可怜 麦穗、罗岳嘉和孔如纯强势三人组 一拍即合强势成团 罗岳嘉与孔如纯是半路进入小屋的 两个人抱团可谓是水到渠成 会更有安全感 而麦穗虽然一开始就进入小屋 但是他此前一直没有收到过短信 在小屋里没有什么存在感 处境非常的尴尬 所以这三人撞到了一起 如如在寒冬腊月抱团取暖 这样的小屋才不会孤立无援 没有存在感 麦穗、罗岳嘉和孔如纯的三人团 为何助力方碧寒、Melody却狙击橙子呢 节目中我们能看到 麦穗、罗岳嘉和孔如纯的三人团 纷纷助攻Melody和Simon 但为什么却不助攻马子嘉和红橙橙 反而要拆散呢 麦穗当初一直对马子嘉有好感 而马董却情有独钟 同时郑海味也喜欢橙子 就算橙子在和Cary约会 马董和他约会 最后的短信也是会发给他 这真的是让麦穗很难看 尤其是晚上一起发短信 收短信的时候 他难免会在当时对橙子有些不满 孔如纯对马董有意思 约了几次 但是马董并没有给到他明确的反馈 反而对对他没有任何举动 更关心也更腻 这肯定让小孔感觉受伤不平衡 罗岳嘉虽然是最后进入小屋的 但是却令Cary动心 不过Cary在与他一次约会时 他说以前喜欢欣赏 虽然Cary很诚谈 但是在女方听起来可能感觉不自在 是你爱而不得 我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吗 红橙橙无意之间 让这三个女人都因为他而受伤 自尊受损 三人抱团 肯定会助力马董和小孔 这样就可以让受伤了 而麦穗虽然喜欢大雄 大雄喜欢Melody 但是Melody对他无感 所以大家助攻Melody和Simon 期间也是在给麦姐创造机会 马卡巴卡没了 也有橙子的原因 学历高对事物有独到的接见 更追求更深层次的交流 而他和马董的交谈 总是浅尝且耻 这样导致他对这段感情非常的含蓄 让马董不懂他的看法 所以当他遇到指求的小孔就变心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